好好地出現在我身邊 好好地到愛上瞬間 慢慢地不及的空間 在我想明時早點感見 前陣子播出的其中一集 就是你的師兄石頭歌裡面 有非常精彩的熱烈的動作戲 這個畫面你有看到嗎 我不想看也會滑倒 你不想看是不是 對 不想看石頭 沒有應該是這樣 就是我其實超喜歡桂倫美 就是我是桂倫美的粉絲 因為石頭歌在我的印象是 就是你知道如兄章 一般的兄章 所以 我不知道怎麼說 會覺得有點害羞跟 我會就是 趕快就是 滑走 對 趕快滑走 我認為白鞍可能有裝監視器 在我家 因為很奇怪 他很會算時間 每次他說 可不可以打電話給我的時候 我就是躺著準備要睡覺了 然後我就想說好 那我就用最舒服的方式 跟白鞍講話 在裡面有幾次 就是跟他那個通話 我都是躺著說的 對啊 不好意思 因為 我們就是一個舒服系的製作人 對上舒服系的歌手 比比看誰最舒服 他錄的時候其實我在旁邊 我跟他腳下 我都在他腳下跟他錄的 那很好笑啦 對話 想笑嗎 他真的好會講話 我有早上七八點 發訊息給他過 但他也沒有讀啊 但我是不知道他是睡了沒了 所以 就是睡前還是睡後 對 我搞不清楚他的那個週期 發表專輯的時候 世界上總是有一樣特別的東西 會受到注目 那之前是這個雞嘛 因為他畫了一隻雞 然後這一次呢 郭巴從這個沒有人喜歡的邊緣小角色 現在有人寫歌給他了 因為 以前是沒有人寫歌給你郭巴 現在已經有了 會覺得每次寫這麼認真的歌 然後被歪樓這樣嗎 你說對了 有一點 但是 但覺得反正大家開心就好了 然後我 我真的滿喜歡吃郭巴的 這是真的 這是真的 對 是剛好 我是真的滿喜歡吃郭巴的 所以我想要代言那個嗎 好啊 可以 歡迎郭巴找我代言 我覺得其實我沒有變化很大 我說的是內心的狀態 然後跟在寫歌的初衷吧 就我一直都是屬於那種 就我記得有一次 信哥我跟我聊天 他就說 哎呀你是不是 不是一個事業心很強的人 然後我就跟他說 其實也不是啊 就是 我只是就是 很專心的想把一件事情做好 然後可能剛好我的節奏 比較慢一點 然後 我覺得就是我還是希望自己可以保持誠懇吧 然後 面對 不管是在寫歌還是面對人 但我有覺得我比那時候可能二十歲二十一歲的時候放鬆 然後 比較自在 我覺得這是 就是這些 特別是這兩年我最大的感受 一月十三號 然後在ZAPP會有 沒有人寫歌給你過吧 我的新專輯演唱會 然後這應該是我幾年了 三四年的第一場吧 就很期待可以看到大家 然後也很期待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些年的一些 不管是在歌裡面的故事 或生活上的故事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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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